立委陈俊宇指出 非常感谢行政院政务委员曾经得对宜蘭的关心 灾后第一时间就前来宜蘭视察西州排水和五节大闸门 并请工程会副主委到县政府召开会议 针对风灾受损的工程提出协助 日前更在行政院召开会议 才是西州排水抽水站新建经费3.7亿 以及五节大闸门改善工程经费缺口9亿 共12.7亿由中央全额负担 要来补助 但警察主委不限定来解决宜蘭的需求 后来减加持续来队众进度 早日在行政院所周固的会议 核丁菜市院召开会议 挤酒排水要正式抽水站 需要经费3.7亿以及5节 防潮门改善工程会用 区块口9亿的部分 统统12.7亿 专业由中央政府来支援 大大来改善到宜蘭管政府的负担 陈立委除了感谢政委 对宜蘭治水工程的支持 并表示未来会更认真努力 争取更多经费 来提升宜蘭防灾任性 宜蘭新闻记者 賴福星采访报导